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时时入客 时时入客 时间是7点33分19秒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Coco早餐的节目主持人 时时入客的主讲人 林家长先生 上个礼拜在九州 QQ 现在回来了 是啊 现在在现场跟大家分享 你们上次代班的那个 Joelle 她这个还真的蛮有意思 她说好朋友 有有为的年轻人 对呀 做私厨 这个台湾其实 这些饮食文化 什么昨天我访问 前天我们访问张毅跟杨慧山 张毅就讲到人家韩国人 是全国 近大中时代就是 高新技术跟文化产业 就是Korea 酷有没有 人家就成功 那其实我们也应该这样子 我觉得 我们去令主一个政府 台湾民政府 我现在很想令主一个政府 把台湾的文化产业跟高新技术 结合在一起 因为现在亚洲戏谷的问题 很多科技界人士也很焦虑 我认为这些东西 这个文宠我也很焦虑 因为现在是地球是平的 对呀 所有的东西的交流是快速 即时的 但是体验类的东西是无可取代的 就像是你看现在所有的什么MP3 已经几乎CD都不存在了 但演唱会还是要办 对对对 因为你到现场去 那什么东西 你要吃饱 要打营养针 要吃那些很快速的营养添加剂 都可以 可是美食的 亲口吃进去的那个体验 对 确实无法 吃东西的事情 总没人把你代替吧 对啊 就像爱情没办法 跟女机器人调天还是不行的 可可姐眼睛开始冒出爱心 变成粉红色的 闪耀着粉红色 所以饮食很重要 对啊 那这一次从日本体验了 其实日本在于饮食上的食安 这是最基本的 当然因为台湾这几年 爆发这些问题之后 也同步的开始追求 这样子的一个水准 但是回头来是 是不是能够在日常生活中 也能够找到真正好吃 而且让你能够非常疗愈的 comfort food 我在节目中常跟大家分享小吃 其实小吃对于很多道地的台湾人来说 就是comfort food 就是那种可以让心情平复 就是在精神层面上有更深层的一个意义 就是好吃 安慰你 让你有力量去展开一整天的一个努力 跟这个动力 你可以回头来看 每次我讲早餐的时候 我就上次有跟大家讲过 吃三明治 不行 这个是学生或者是赶时间的人 一定要好好的坐下来 吃一顿丰盛的早餐 才是一个正常人开始工作的一天开始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呢 其实是最近在台北 其实已经乐了一阵子了 但是我今天做了一些功课 而且在日本也做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 想跟大家聊聊天妇罗这一个产业 为什么要讲它是产业呢 因为其实在这几年 我跟大家讲过 包括了拉面 包括日本来台湾 非常成功的干杯烧肉 他们都有非常浓厚的东影文化 就是日系的那种设斩 但是这一年来 真正我认为有日本B级美食代表性的天洞 就是那个 就是上面用天妇罗的盖饭的这个东西 在台湾也未为风潮 然后特别是上个星期 一个在日本非常成功的新店 叫做秋光 也在台北东区开了一间新的店 那所以我想说一次把这几年 在台湾非常成功的天妇罗天洞的这几间 参加跟大家分享一下 包括了天极屋 包括了在台北火车站掀起了一个排队 要三小时以上才吃得到的热潮的 现在还要三小时吗 现在大概一个钟头 而且如果你错开时间可能更快 可以派人去吗 金子扮之助 碰到他的时候 然后换另外一个人进去吃吗 当然可以 这当然是可以 金子扮之助 然后还有刚刚讲的秋光 那我们先来讲天妇罗好了 因为其实天妇罗就是用炸的东西 那你就在想说日本这么讲究健康的饮食 为什么他们会用炸 其实他们在炸这个上面可是相当的有学问 连炸的方式跟他的食材都有不同的一个美感在里面 可可姐吃过天妇罗之神吗 找仪女先生 吃过啊 好好吃哦 对 在东京 他就是用一锅油 对 控制他的油温 对 然后用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包材 为什么讲包材呢 果附在不同的食物外观的这个面粉跟蛋清 怎么样去做一个最适当的调和 他的天妇罗的那个外面那一层感觉到不存在 好像一层一张纸一样 非常形容的非常的贴切 他们就说像是一层透着光的沙 对 然后又没有好像嘴白沙 然后又好像没有油味 是 这就是油 好像水煎出来的 日本的在天妇罗 我要讲的在这方面的炸 光是炸的这个学问上就分成了叫做 棒炸 花炸 春雨炸等不同的炸法 因为好吃的到位的天妇罗 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要上浆挂湖 就是要沾裹外面的面衣 那他当然是要薄 因为你真正要吃的食材 是里面的真正的那些内容 我不认识虾子 穴子 就是心脉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海鲜类 或者甚至是猪排 那回头来这样子的一层面衣 保护食物 让他不要直接接触油 在温度上的控制 就是一个很高的学问 那第二个是用油要对 控温要准 而且最后是在沥油的时候 要非常的干净 这是前两个条件 最后一个其实就是 老师傅存在的关键 就是时间控制的要非常精准 油温太高 时间太久 面衣跟食材都会变老变焦 油温太低 时间不够 外面的面衣就不会脆 而且食材会吸附了太多的油 整个口感都会油腻 所以你回头来真正的顶级天妇罗 就像柯柯姐刚刚形容的 就像是帮食材穿了一件薄纱衣 我们讲一个更有趣的 通常一层薄纱 反而比光溜溜的 更能引起大家的兴趣 我相信男生听得懂 大老远能够清楚 女生也听得懂 所以女生才会穿一层薄纱 懂吗 越薄越贵 对对对 那欧巴桑都会骂说 妖书哦 为什么这个东西 这么小件这么贵 对对 那回头来就是天妇罗的 看一下某人的新娘吗 我干嘛这么坏 然后那个植物哥不要生气 然后回头来就是这个 天妇罗的这个面衣非常的重要 那口感到上桌 其实它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我常常在想说 如果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在日本能够成功的传承 到台湾来 现在我讲的这三间店里面 已经有相当多的台湾师傅 已经深入的去理解 怎么样去好好的体验 那样的精神 我待会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当日本这样子的酱汁 如果太咸或太甜的时候 寇寇姐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处理 太咸 或者是太甜的时候 就把它丢掉啊 就丢掉嘛 对啊 恶化不说 对啊 台湾会怎么做你知道吗 台湾把它调整一下 对对对对 很有趣 诶 各位姐完全理解 我想表达东西 看台湾人比较勤俭 对对对 那待会节目时间回来 我就更好好的跟各位讲 因为现在大概把这天妇罗的精神 跟各位分享 因为它其实是过去很高档的食物 因为油炸是比较复杂的 日本穷人就一般人 就只能吃比较简单 天妇罗其实是很高档 可是你知道就说 在台湾开天妇罗跟东京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说 你知道吃天妇罗的 尤其是吃天妇罗天冻 你要有时间慢慢吃 好好品味 对你不能够很急 但是因为它一拿出来你就要吃 但是你也不能够很急躁 所以像这种店 我觉得它那个氛围 因为它是杂的东西 所以它那个店不能让人家觉得很热闹 否则你就油就一起滚 哦会会过热 所以有一些天冻店 有没有来台湾 是 它名气很大 是 可是我觉得文化不一样 是 那吃的时候你的感受就不一样 他久了 他就会变成一家台湾人的天冻店 但是偷稍稍透露 就是你知道 其实在台湾吃天冻 比在日本吃还便宜吗 那当然了 日本天冻很贵 我说同样的店 对 对 台湾的定价比日本还低 那天佛之神很贵 那不一样 他的紫苏包海胆 光想到就会流口水 来 等一下 林家长先生要再告诉我们天冻 还有哪些 他在台湾可能所掀起的 即拉面之后的热潮 是吧 日本热 那当然我们也会学习到一些东西 那个台湾的餐饮业者 等一下你还帮我们介绍这位 非常优秀的女性吗 今天时间我怕不够 一分钟给你介绍 一分钟 马上回来 我等一下不插嘴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 今天的时时入扣 林家长先生告诉我们 他这个天附罗的学问 你知道天附罗到底是葡萄牙人 传过来的还是 是葡萄牙 对不对 好厉害 我今天一天去研究天附罗 这个到底是谁传来的 然后我好像听一个美食家在那边讨论 是葡萄牙 是葡萄牙人 那因为现在大家就是知道油非常重要 那日本在炸这个油的时候会用 他们的油的学问 对对对 有两种一种是麻油 还会用红花油 那但是回头来刚刚讲的三个重点 就是到底上江挂湖的那个功夫 然后你的油控温 然后最后再沥油的部分 然后最后就是时间的控制 那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现在讲的三间都是在日本 非常成功的连锁店 那这一年来都来台湾开店了 包括了天际屋 那在火车站掀起热潮的金纸瓣支柱 然后最近刚刚开的秋光 那我们先从天际屋谈起好了 天际屋用的是电脑的控温 所以它其实是已经完完全全的 SOP标准化了 你回头来其实如果啦 就像是我们吃吉野家 吃鸡呀这种日本连锁的牛丼饭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它就是一个 你在任何时间去都可以安心吃得到 70分75分到80分这样子水准的一个食物 当你肚子很饿 时间很赶 预算不够充足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办法像Coco姐刚刚讲的 好好的慢慢的吃一顿饭 你到天际屋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很快速的服务 然后安全 但是可能不是顶级美味 那这是它诉求的 所以它在日本的展店也非常的多 那在台湾的几间店 现在好像已经四间到五间了 我相信只要在刚刚讲的 你不是刻意要去寻求那种精致 顶级的美味的时候 你就可以好好的在那里 享受一个让自己肚子能够填饱的一个 不错的饱饭 因为它用的就是用电子的空温锅 让你的面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标准的一个产品 所以它每一碗端上来的东西的水准 都差不多 很稳定 品质也不错 但是并没有办法让你有那种 吃到心坎里的感觉 那我们来讲另外两间 第一间就是现在排队 还是要排队的金子班之助 那它当然很成功的在台湾打响的名号 在台北火车站的二楼到现在 大部分时间都还是要排的长长的人容 那它后来在桃园的山井 林口的山井也开了第二间店 那同样的当然那里人比较少了 当然自然的就更不用排队了 它是日本人来开的 它是日本人来开的 直营的 直营的 这几间都是直营的 就是非常日系的 天急舞也是直营的 天急舞也是直营的 那台湾当然有partner了 那回头来金子班之助 就是因为它有相当多的背景跟文化 为什么呢 因为金子班之助自己的一个特色 当然就是他们在日本 有很成功的拉面店便当店之后 后来开了这个天洞的专卖店 然后名字金子班之助 就是以前一星 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一 星坎的星 一星料理协会的会长 他自己是一个料理职人 那他的孙子金子真也 那就找到了这个秘传的酱汁 然后就好好的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拓展 用成功的一个生意的手法 让金子班之助可以到全世界各地去拓展他的分店 那当然在台湾 刚刚讲的那个酱汁的故事 过去只要是假设酱汁味道太咸 那师傅可能就是会加点糖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让他回到他期待的味道 但在日本这是不允许的 当你无法去达到他标准的时候 就绝对是倒掉重做 那因为重点是这样的过程中 如果这些小师傅就觉得 为什么要这么浪费 其实更应该的观念是 眼前的这些食材都是每个人的心血 如果你没有办法用心的去看待这些食材 背后的这些 大家辛勤努力所得来这些成果的话 我相信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不会那么认真 这是他们想要强烈传达的一个理念 所以回头来我刚刚讲的 因为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水准 他用胡麻油 对 然后用 而且油还一直换 重点就是 不是一壶油到底 而且不是昨天油拿来今天油 那他用的面粉 就是日本最高档的日清的面粉 那当然到台湾之后 他们把鸡蛋换成local的鸡蛋 所以整个口感当然是有一些些的差异 但是回头来他们维持的就是 我认为金子半支柱比刚刚的天机屋再高档一点 为什么 第一个他非常强调 所谓的教育训练 所有的员工 几乎都到日本去做了一个很充足的 完整的一个员工的教育之后 才又回来认识 然后另外 我自己还蛮喜欢 上一次跟他们总经理的一个互动 他说有三部曲的吃法 因为他上面会有这个柚子皮屑 那他你那种香气跟那样子酸酸的口感 跟他炸的长长的那个血脂 就是这个新麦的时候 会非常非常的搭配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炸温泉蛋 那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酷的 你可以看到外面 你是讲金子半支柱 对先讲金子半支柱 温泉蛋用炸的 先煮好再炸吧 对先煮好再炸 所以外面皮是脆脆的 但是你一夹开的时候 那个蛋黄就流出来了 然后搭配着七味粉 那这就是另外一个的口感 七味粉是他们的 自己调出来的 还是日本人的 其实七味粉 传统的七味粉 他们有自己的的的recipe 那在桌子上都有 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些东西 搅和在一起的时候 在路口 蛋黄啦 然后米饭 这几个东西 这样子的一个 一层一层的吃下来 因为这几间店 其实非常有趣的是 其实天洞端上桌的时候 是视觉最享受的时候 一层一层的 然后刚刚炸出来 是要一层一层吃 甚至你耳朵仔细的听 都还有那种面衣在挣扎 啪啪啪啪啪啪的声音 对 这就是非常非常特殊 最后像那个天极屋 最后是吃茶泡饭 汤泡饭 汤泡饭 然后金子半支柱 是我也推荐大家 如果有空都可以去试试看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能外带 外带一定不好吃 就整个软掉了 然后最后一间就是夏丁的秋光 夏丁呢指的就是老城区 有点像台北市的西区 东京的 浅草 就是那个老地方叫夏丁 所以他的全名叫做夏丁秋光 那他在东区在这个明耀 在那个微风后面的巷子里 也是一级战军 他把店面装潢的古色古香 那当天我去的时候 社长还在 因为他刚开幕 他亲自来台湾 他用的 秋光有排队吗 有排队啊 也排队 重点他跟金子半支柱一样 他就不用电子控温 他用的就是师傅 用眼睛看 这比较重要 对我就会觉得 他这样子炸出来的诚意跟口感 就完全不同 但是师傅是日本人 还是台湾人训练 目前都是日本人 对跟金子半支柱 已经有完整的一个团队 去受训回来比较不一样 那秋光的地点不错 那当然我们是假日去的 你说在哪 中宵东路 微风的后面 中宵微风 就是那个东区 明耀的对面 然后重点是 当然他还是要排队 目前人潮是非常多 那他有一个五代目的一个经典 就是非常非常大条的心脉 整个碗都装不住这样子 那在吃享受那样的过程当中 我个人真正觉得 每一个食材的面衣跟食材的熟度 其实你就会感受出来 他到底有没有用心 那当然家昌是个胖子 胖子的吃法就是有时候 这些淀粉类的咸香 因为他的酱汁沾染到米饭的时候 那个口感跟那样子的饱足感 其实是讲真的不是很健康 但是在记忆里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愉悦的一个体验 那这三间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是 他们饭都煮得极佳 那他们的米饭在台湾是 是台湾的饭还是日本的饭 寇姐你猜 两个合起来 几乎是答对了 当然还是以日本的米饭为主 因为日本的米饭 他毕竟他的香气跟他的口感 会远远胜过台湾的 那目前这三间里面 有一间是有用台湾的去做配合 但另外两间 还是用日本原厂原地 他们自己特色的米 来提供给客户 那我刚刚讲了 因为其实你可以想象一碗 满足的天洞里面 其实是充满了淀粉 所以其实对于 所以为什么它叫做B级美食 因为其实到后来我们去吃 不论是天妇罗之神 或者是到京都去吃的那种炸天妇罗 其实他们已经不强调要搭配白饭 只有到最后的时候再弄一个茶泡饭 最后他们会给你一个天洞饭 那个炸那个是虾耶 那个是最高 小小小的那个天洞饼 然后这样子搭配起来 其实回头来就是我要提醒大家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的提供 就往往成为在大家 在外饮食 在集取能量的时候最快速的方式 现在台湾还没有像天妇罗之神那样子 有啦大仓有嘛 就是在你把台前面 还有天天妇罗也有 就是橘色的连锁店 这两间是唯一的高档 就是一个慢慢吃慢慢吃 对对对 好今天那个家昌 你看家昌还到日本去考察业务 还有其他业务就是了 不过据说他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拉面 最后还是不要来台湾 应该是不会来台湾 但是我觉得 为什么 因为其实它会降低大家在日本采购 或者是疯狂的那个乐度 真的吗 所以大家有空就去吃天妇罗饭 因为我觉得它一定可以让你达成一种身心满足的 天之乌秋光金之伴之主 谢谢家昌 谢谢大家